真相我来帮你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新闻故事 2月10号的深夜 月朗星熙 德州南部小城 Johnson City 东南方向 大约9英里处的 一处私人牧场 在暗夜的演映下 正在发生着一起 离奇的事情 一辆特斯拉轿车 突然从停车位 开出来之后 猛然加速 冲过牧场 池塘边上的障碍物之后 一头就栽进了池塘之中 这个池塘的深度 大约是4到5米 所以很快水就完全淹没了 这辆特斯拉车 而车中只有一名女人 她的名字叫做赵安吉 赵安吉这个名字的出名程度 这两天已经超过 她姐姐赵小兰了 但是可怜的是 她出名的方式 竟如此的诡异 刚才这段描述 出自最早曝光了 赵安吉离奇出事的 那个牛人凯尔巴斯的 最新的推文 但请稍等 关于凯尔巴斯最新的爆料 我会放到后面再说 先来看看一家美国媒体 昨天爆出的最新的梦料 这是昨天的2月21号 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的 一则重磅的报道 爆出了关于赵安吉 离奇死亡案件的一些 最重大的最新的线索 这才让人们基本上可以确定 赵安吉真的有可能是死于他傻 报道一上来的第一段 先简单交代了赵安吉 上周在德州的一个私人牧场去世了 注意这段的最后这句话 自致命事件发生以来的几天内 布兰科县当局一再拒绝提供 基本资讯或记录 那么第一个疑问就产生了 为什么出事的布兰科县的警察局 和当地的政府 要隐瞒这起事故的基本资料 注意如果真的是一起交通事故 自己开车不小心掉到水里了 那就完全没有必要隐瞒 如果赵安吉的车不慎滑入水中 他当时立刻打电话求救 据这个急救中心的负责人说 他们在接到急救电话 十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出事地点 十分钟的时间 特斯拉车应该还没有完全沉下去 而且特斯拉车的这个保密性 这个密封性特别的好 应该不至于连十分钟都撑不住 人就挂表了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疑点 第一点 继续看报道 在这个报道的第三段中 记者说除了2月15号 发表过一份简短的声明 将该事件描述为不幸事故之外 该县的治安官办公室的官员 拒绝提供更多的信息 注意这句话 包括本报根据德州公共信息法 要求提供的任何相关报告 这里有一个知识点 这个美国很多州 都有所谓的公共信息法 而根据德州的公共信息法 发生这种重大伤亡事故之后 警方和这个事发地点的当局 是需要向公众 向媒体透露一些最基本的资讯的 包括出事的人士 时间地点人物 出事地点时间人物 但现在只告诉了人和时间 但是出事地点迟迟不说 接下来的这一段就很关键了 是咱们今天待会要重点捕捉的信息 2月11日的凌晨12点03分 急救人员接到了这个电话 赶紧前往约翰 Johnson City的Snyder Lawn 100 Block进行水上救援 注意这个地址是100 Block Snyder Lawn 这个100 Block 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地点 而是美国南方特别是管 这一段叫Block 一个叫100 Block 就是从100到199 这一块都叫100 Block 他还是没有给出一个非常具体的 这个specific的一个address 然后救援人员在12点12分 9分钟的时间就赶到了出事地点 好 这一段非常重要 因为他把出事的这个地址 大约的地址给给了出来 就是100 Block Snyder Lawn 但是注意 这个地址的关键信息 是谁透露出来的呢 是当地急救部门的那个人 透露给记者的 所以可以确定这个地点 这块地点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就打开了这个 谷歌地图开始查 这个100 Block 这里面都有哪些住户 哪些人家 查来查去 在整个这个Snyder Lawn的这一段中 能明确看到有水塘 水池 或者游泳池之类的 住户最有可能的只有两处 一个是这个101Snyder Lawn 另一个是再往前一点 2029Miller Creek Cemetery Road 只有这两个地方 它有水 其他地方它没水 好 我们再通过这个Google Map来看一看 101Snyder Lawn 这家明显 后院有两处 不是很大的 像是水塘 又像是游泳池 又像是 是吧 这么一个 感觉是那种观赏用的 那个水塘 这个水塘看起来是 可以淹过一辆汽车的 所以呢 也符合刚才报道中的描述 那么这处宅院的前面呢 有一个小的 这个迷你的高尔夫厂 再往前 靠近这个Snyder Lawn 这条公路旁 也有一处 疑似人工围坝围出来的 这个 这样的一个水塘 而且从Zillow上看得出来 这家牧场的售价 目前大约是 800多万美元左右 看上去呢 很像是赵安杰 这种有钱的人 会住的地方 那么我们再往前 看看前面这个 2029号 Miller Creek Cemetery Road 这个地方的地址啊 它不太像 这个急救人员 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地址 但是因为也在附近 所以也有不小的嫌疑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这里有一处水塘啊 我们用这个 Google地图的一个功能啊 走进来看一看 这处地点啊 这处物业的前面的大门上 写这个大大的 这个ABCD的B字 为什么是B呢 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呢 这处牧场叫做 Bird Ranch Bird的第一个字母是B嘛 所以写这个B 再一个啊 赵安吉的老 这个丈夫的名字叫什么 叫吉姆布雷耶 布雷耶的第一个字母 也是B 所以有没有可能 这二者有什么关联 不知道 咱们现在只能是猜啊 那么这处牧场啊 一进门靠近公路边上 就有一个很大的 也是人工围出来的 像那个小水库一样的 这样一个水塘 也是一个水塘 而且这个水塘 看起来是更深的 如果车掉进去 还真的就是 很麻烦是吧 很快就会磨顶啊 现在就是不能确定 这两处地址 到底哪一处 才是赵安局 最终出事的那个地 那个那个牧场 那个私人牧场 但是不论是哪一处 都很奇怪啊 大家想想大半夜 2月10号是这个 大年初一的 凌晨的12点 大半夜 赵安局为什么会 开车跑到这个牧场上来呢 又为何会 驾车落到水里去了呢 而且是谁 打得报警电话呢 这处牧场又属于谁呢 看过这个Google Map之后呢 我更倾向于 101 Schneider Line的 那个地址 是出事地点啊 在Zillow上可以看得出 这个物业 这个牧场物业的一些照片啊 有一间很棒的马厩 室内的陈舍什么的 也很符合赵家人的身份 这处牧场的名字 叫做Maston Waters Ranch 我在这个 布兰克县政府的网站上查了一下 这处牧场是以一个叫做 JWGC Ranch LP的公司的名义 买下来的 曾经是属于IBM的前CEO 威廉迪梅里奥 他们夫妇所拥有的 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 迪梅里奥曾经于2005年 至2009年间担任中共科技公司 联想集团的首席执行长 这段履历非常可疑啊 和中共又牵扯到关系了 而且就在迪梅里奥 担任联想CEO期间 赵安吉的丈夫布雷耶 曾经投资过联想 这其中是否有什么猫腻呢 我没有查到更具体的东西 但是可以联想一下 联想联想嘛 但是有可能那时候呢 双方就认识了 然后呢 迪梅里奥就将自己在德州的 这处牧场卖给了赵家 这是说得通的 对吧 插一句 我昨天打开这个Google Map 查这个Master Water Ranch 这个牧场的名字叫 Master Waters Ranch 查它的时候呢 旁边还没有这行红字 看 Permanently Closed 永久关闭 今天打开之后 发现有这行红字才出现的 这个牧场被永久关闭了 而且是今天才出现的 为什么 昨天这个报道刚出来 今天被关闭了 很有意思啊 是不是有很多记者或者媒体 或者像我们这些 这个好奇心爆棚的这些人 跑去想一探究竟 结果牧场 不准进来了是吧 接下来这个奥斯汀政治家报呢 还是引述了 我之前说过的一段资料 说这个布兰科县急救中心主任 叫本杰明奥克利 周一发表了一份声明 他表示救援人员抵达的时候呢 在水下发现了一部车 车上有一名女性乘客 急救人员立刻失救 然后表示这些名50岁的女性 她就是赵安吉 在实施了43分钟的急救措施之后 但是回天无力 这个女子被当场宣布死亡 总之这个奥斯汀政治家报的 这则报道透露了不少重要的信息 同时也说明了一件事 救援人员还是隐瞒了出事的具体的准确的地点 说明这件事牵扯到更大的更诡异的背景 好 下面稍微打断一下 提醒您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经常来听我讲讲故事了 另外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品质非常非常好的黑身饮品 Preton 选宝黑身 Preton 选宝黑身是我代言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口服保健品的品牌 为什么呢 首先我对Preton这间公司有信心 这是一家美国公司 是一群有信仰 有原则 有追求的人士成立的 他们的初衷就是要选择最好的产品 造福社会 造福百姓 其次我对原材料有信心 选宝黑身选用的是产自韩国的高品质的高丽身 这个深远的老板 世代从事高丽身的种植和开发 现在这个当家人 更是一个有着极大的责任感和虔诚信仰的人 选择和Preton合作 正是基于共同的理念和诚实的人品 第三点 经过一年的代言 我收到非常多的反馈 很多观众朋友服用之后 效果非常的明显 而且是常常服用了很短的时间之后 健康状况就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有了这些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反馈之后 我就更有信心 也更加热切的希望这款产品 能够为更多的观众朋友带来福音 因为是这个黑身饮品 所以口感会有些苦 那么您可以先冲半杯蜂蜜水 然后再加入一包黑身 不怕苦的朋友可以直接饮用就好了 那么选宝黑身是真正经过 韩国古法九争九铺制成的 很多人参的精华元素 才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那么有朋友担心 服用高丽身会不会上火 选宝黑身绝对不会 特别推荐那些用脑过度的 睡眠不好 压力大的 容易脱发的 平血的 消耗不良的 以及处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 可以试一试这个选宝黑身 那么这一盒是20包 168美金 一般来说一天一包就行了 那么身体差一些的 可以尝试早晚各一包 这笔钱我觉得花的是非常值得的 毕竟健康的身体 才是我们开开心心生活 最大的保障 大家可以通过 下面这个专属链接网站购买 记住只要输入 我为您申请的专属折扣码 JGY2023 就可以享受全球免运费的优惠了 这个网址 我放到今天 就能够健康快乐 好的继续赵安吉的故事 除了奥斯汀政治家报 爆出的新料之外 今天凯尔巴斯 又一口气发了八条推文 再次是八十激起千层了 凯尔巴斯是个什么样的牛人 我在上个周四那期节目中 有过详细的报道 他说的话的可信程度 还是非常高的 没有看过我那期节目朋友 推荐你去看一看 凯尔巴斯应该说是 他说他看到了监控录像了 或者是有看过录像的知情人 给他说了 当时的这个视频中的情况 他的第一条推文说 赵安吉在德州布兰科县 麦康奈尔的牧场离奇死亡 情节变得更加的复杂 他的尸体并没有按照 家人的要求进行尸检 据监控录像显示 当时赵安吉 突然非常猛烈的倒车 越过了一个很大的障碍物 这是他的第一条推文 又是两组惊叹号 这则推文如果属实的话 那么说明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 这个牧场是麦康奈尔的 是麦康奈尔和赵小兰夫妇 拥有的是赵安吉的姐夫的 赵安吉死在自己姐夫的家里面 这事就很诡异了 背后大家脑补吧 这戏就多了 而且很可能赵安吉当时 是和他的丈夫布雷耶 以及姐姐姐夫等一家人 过年嘛 大年初一嘛 毕竟是中国人过年的这个日子 第二 赵安吉自己猛烈的倒车 冲过了一个障碍物之后 落入水中 这句话这个细思极恐 背后的信息量很大呀 注意时间 大年初一半夜 凌晨零点左右 这时候为什么 赵安吉会突然出门开车 而且气势汹汹的 猛烈的倒车 酒喝多了吗 对吧 和家人吵架了 是不是西粉 西嗨了也有可能 who knows 或者密会情人被发现了 和丈夫发生了巨大的分歧 是吧 还是这个家人之间 有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是吧 怎么着 不知道啊 现在 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这个原因 而且 为什么是猛烈的倒车 看得出来 如果真的是猛烈的倒车 那就有可能 真的是开车不慎 自己开车落入水中的 那么如果是自己开车 因为在气头上 生气或者怎么样 或者吸毒了 或者喝高了 落入水中 那么为什么家人不立刻施救 特斯拉车 砰 掉到水里面 从落水到沉下去 还是有 至少有个几分钟时间吧 那么这几分钟里面 为什么他自己不赶紧打开门出去 而且像他们这样一个大户人家 家中不可能没有其他什么仆人 保安 什么清洁 保姆之类的 肯定还有其他人 为什么都不失以援手 在案上看着他沉下去 赶紧还打个电话 而且电话里还不讲具体地址 非常奇怪 那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赵安基猛烈倒车 撞倒了障碍屋之后 车腾空翻落入水中 就倒着翻到水里面了 确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样一来 这个施救的困难程度就增加了 赵安基如果当时真的是喝高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 他自己从车里爬出来的可能性 也就减小了 不知道咱们推理 根据这个凯尔巴斯的第二条推文说 赵的家人判定他是意外死亡 并在可疑的死亡发生后 立刻将赵的汽车送还给了家人 这段也是很诡异 就是赵家人对外说他是意外死亡的 就是证明 也就是想敲定这个事 他确实是自己开车不慎 落入水中意外死亡的 但是可疑的是在死亡发生之后 立刻将赵的这辆车就送还给他的家人了 这个操作就很可疑 因为按理来说 出了这种事之后 警方会把车拖回去做一些检查 等整个调查完了之后 把车再还给赵家人 但是赵家人急匆匆的从警方那就要回了车 并且把车给了他的家人 给了谁 给了布雷耶还是给了谁 就把这个相当于一个证据拿回来 藏起来 不让人知道 不让人看到了 所以这个操作是不是很诡异 再一个据报道 警方应该是应赵家人的要求 没有对赵安吉的尸体进行尸检 这又是为什么呢 人死了 进行尸检 到底是死于什么原因啊 是不是担心警方会通过尸检 发现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什么秘密 吸毒了 还是怎么 对吧 不让尸检 这很奇怪 凯尔巴斯下面的第四条推文说 当地人告诉我 就当地的这个知情人告诉他 说一周前牧场的员工被大规模裁员 后面跟着个括号 说当时赵安吉的丈夫布雷耶的公司 IDG资本 正式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 中共的这个军方企业 上了美国国防部的黑名单了 我之前也说过 是在布雷耶的公司上黑名单的第二天 2月9号上的黑名单 2月10号 他的妻子赵安吉就挂掉了 这个时间点也非常诡异 凯尔巴斯剩下的几条推文 又再次重复了他之前说过的一些资讯 主要就是关于这个赵安吉的丈夫 他可疑的背景 目前这起案子已经被当地的这个德州骑警接管了 稍后会被FBN也介入 咱不知道啊 如果有更多的更新的这个资讯曝光的话 我们再来跟大家汇报 所以这总之来说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线索整个整理到现在啊 赵安吉的案子是更加的扑朔迷离 更加的诡异 既有可能确实是他自己不慎 自己落入水中的 不要说了吗 喝多了或者吸毒了 自己落入水中的 也有可能是在巨大的情绪波动下 冲动自杀的 那么更有可能是因为某些巨大的 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遭到了灭口 我之前那期节目 我就我更多的怀疑是灭口啊 我现在还是怀疑他是被灭口的 如果是被灭口被这个谋杀的话 又会是谁干的呢 两个人嫌疑最大 一个是他的丈夫布雷耶 另一个就是这个中共 那么有人说 为什么不是美国人呢 因为美国人灭口赵安吉的理由 非常不充分 没有必要干掉他呀 对吧 如果是为了调查布雷耶 或者他姐夫这个麦康奈尔 就直接动手 直接调查不晚了吗 干嘛把他赵安吉干掉 没有意义嘛 而且对付这个麦康奈尔 更没有必要 麦康奈尔啊 作为美国共和党高层大佬 在党内在这个政坛 这么多年 地位超然 和民主党关系互相勾连的 千丝万缕的建制派 是吧 拜登政府不可能动他们 对吧 那就只有 那就只有是这个 这个最大限就共中共和布雷耶嘛 下面就来跟大家详细的 扒一把布雷耶其人 赵家一共姐妹六个 赵安吉最小 生于1973年 和姐姐一样 2001年 拿到了哈佛商学院的 工商管理学的硕士学位之后 进入家族企业 他们家这个福茂 福茂传运公司 开始工作 2009年起 担任福茂集团的 这个副董事长 2018年 接替了父亲担任集团 董事长兼执行长 不知从何时起 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是一个中共的高级地下党员 关于这块 我在上期节目中 详细的讲述 再给你听听 2009年 35岁的赵安吉 与犹太裔的银行家 叫做布鲁斯沃瑟斯坦结婚 婚后不到一年 沃瑟斯坦就因突发心脏病 去世了 这个沃瑟斯坦的死亡 也是非常可疑的 据网上一些阴谋论的人说 说这个是被赵家人给干掉的 因为是有些金钱的原因 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沃瑟斯坦 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秘密 2012年 他再婚嫁给了现在的丈夫 吉姆·布雷耶 这个吉姆·布雷耶 是脸书的第二大股东 并于2005年到2013年间 担任脸书的董事会成员 也是脸书薪酬委员会的首席主席 在大陆媒体观察者网的一篇报道中 这样描述布雷耶 说他是被扎克伯格 喊为老板的人 布雷耶从2005年开始 入股IDG资本 就是我刚才说的 美国国防部制裁的 那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 成为该公司的大股东之一 这个IDG资本号称是 最早开拓中国市场的 外资投资机构 曾经投资了百度 腾讯 搜狐 乘协网等等 还是小米的大股东 而且赵家拥有IDG资本的 大量的股份 说到IDG 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 叫做熊小哥 他是IDG的创始伙伴 最早的创始人之一 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 熊小哥对引荐布雷耶 成为该资本的投资人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是牵线搭桥的人 早前推特曾经有爆料说 这个熊小哥 号称大陆的投资教父 曾经陪王岐山 到美国来钓鱼 还是哈佛中国论坛的创始人 是中共权贵集团的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白手套 那么再说到布雷耶 布雷耶是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这个委员会 分量非常重 它是朱镕基 一手主导成立的 目的就是要连接 美中的商界和科技界的精英 是中共窃取美国西方机密 以及吸引投资的重要的机构 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是中共对外渗透的 而朱镕基 亲自担任这个机构的 这个名誉主席 之后的王岐山和美国 原财政部部长保尔森 是这个委员会的名誉委员 2016年10月21日 朱镕基曾与北京会见 该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当时的国务院的 这个副总理刘彦东 和中共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马凯陪统 据当时现场抛出的 这个照片看得出来 赵家这个女婿布雷耶 紧挨着朱镕基站 紧挨着她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部长 保尔森都隔着好几个人 可见从这个位置上就看得出来 对中共而言 布雷耶的重要性 甚至超过了保尔森 而且在报道中 布雷耶的名字 也排在他的前面 所以布雷耶是个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的大人物 那么赵安吉的死 是否和布雷耶有关系 至少到目前为止 赵安吉已经死去快两周了 作为丈夫的布雷耶 没有任何动静 没有发声哀悼妻子 接受采访说什么 没有 对这个妻子的过世 没有任何表示 而且赵氏家族 也仅仅是以父亲的名义 发了一个复告 表示悲痛 就没有了 姐姐赵小兰 姐夫麦康奈尔 至今都没有任何的表示 这非常奇怪 也非常的诡异 那么关于赵安吉 离奇死亡的这个案子 您有何高见 欢迎您在留言区 写下您的推断和线索 咱们一起来探讨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再次提醒您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可以经常来听我讲讲故事 同时 特别感谢 所有透过军宽网站和留言区 给我军宽的朋友们 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鼓励我 咱们一起携手 走到正义战胜邪恶的那天 军宽网站就在 美其经文评论区指顶处 或者您现在扫描 屏幕上这二维码 也是可以的 新闻最早点 咱们下次见